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名的行号商办格局也不太可能善改成酒楼或私人招待所 但中共间谍指证利利 全台超过50间网络公司遭到渗透 文化中心总经理大学校长郑克黑道 他接触的超过50人 每年支付200到500万人民币 仲裁加油 白羊扎安乐被怀疑统促党资金来自中国遭到检调调查 今年8月被起诉 我就是中国人 我的资金是不是中国的资金 是 但是有没有共产党 没有 至于新党发言人王炳中则被查出 拿中国资金执行新货T计划 甚至传出全台超过30间公庙 都被红色势力渗透 情报工作做的是全面的 掌握到我们在台湾所有的民意的动向 科技的发展 甚至一道经济的情况 我认为在这方面 我们插中国大陆 是有非常大的差距 专家表示情赤单位的情搜 需要全面性的情报 中共渗透无控不入 小心飞碟在身边 恐怕不再只是口号 三天新闻郭传送许志诚 台北报导 感谢观看